藝術家做什麼事情 都很有創意 今年的寶藏爺登節 有藝術家在社區的蓄水池 用保麗龍打造了一個非常特別的 度假聖地 還有日本藝術家 對臺北的懷舊氛圍深深的著迷 他組合了臉盆 鐵鍋 還有水桶 設計出與環境融合的 聲音燈光裝置 水桶 水盆 鐵錘 玻璃瓶 互相撞擊 發出聲響 這是日本藝術家西元尚 組合臺灣日常生活用品的聲音裝置 因為我很興奮 這個環境 這個珠寶島 我可以看到房子 牆壁 牆壁 在歷史上 這裡人們都做了 每一步步 所以他們放了一架 再次的架 然後再次的架 所以我認為這是歷史 所以我希望 把我作為我的工作的採訪 和實現 寶藏岩燈結有別於傳統元宵燈結 邀請國內外藝術家發揮巧思創作 且和寶藏岩社區 藝術家羅志信 在蓄水池 打造一個奇妙的度假聖地 比如說我用了寶麗龍 然後我用了八炮比喻 晚上看的時候 遠遠看的時候 它其實有點浪漫我覺得 它有點唯美 因為那燈光照下去 就是有點像是 可能像是冰島的什麼 白色的湖啊 然後那種感覺 但是你走近看的時候 就發現那些材料全部都 就是池子裡的材料 是另外一個截然不同的感覺 高腳杯 椰子汁 大洋傘 沙灘堂椅 藝術家正宜平和日本藝術家合作演出 他們有點滑稽又自得其樂的 享受非一般的度假 而藝術家說 想要藉此諷刺過度完美的想像 我喜歡到處旅行 旅途中有18種的選擇 這時我會往人多的地方走 因為再有人的選擇 讓我最安心 就像是寶藏岩 它可能本來是要被拆除的一個建築 但是經過藝術家的進入 用藝術家的角度存在 那大家開始認同說 其實這邊不需要改變成很西方的 很高級的大樓 也是很美的 所以我們其實有一點像這樣想像說 我們用了 我們雖然現在是好像很西化 然後度假就好像很想去歐洲或是旅遊 但是也許度假這件事情 它是不存在的 它是從腦袋開始 所以我們想要營造說 其實你看這樣子也可以變成 好像在度假的感覺 不規則的木板橋打造不倒屋 燈光從縫隙中隱約透出 藝術家戴漢洪從作品中表達對寶藏岩 歷史聚落的關注 沿著觀音山而建的房子 與台北高架橋相對應 寶藏岩藝術村連續三年舉辦燈節 透過藝術家駐村 讓民眾感受藝術聚落 與居民共生的特殊氛圍 作詞・作曲・編曲 氏津莉 作詞・編曲 氏津莉 作詞・編曲 氏津莉